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社交媒体巨头Facebook的CEO及创始人扎克伯格 虽然在大选后遭遇了各种批评声 但是这位热衷技术和创新的硅谷人显然还是更喜欢技术的开发 他周一召开发布会向全世界介绍了自己研发的新人工智能管家系统 而且这套系统还是以钢铁匣中备受欢迎的虚拟管家Jarvis命名 他的功能也和Jarvis有类似之处 扎克伯格介绍 Jarvis的功能包括屋内各种智能设备电器管理 访客识别系统等 它具有语音和脸部识别系统 可以依据主人的语音或者文字指令办事 调节屋内音乐音量 空调温度 打开和关闭各种开关和门缩等 甚至打开烤面包机 被称为真正的华尔街之狼的对冲基金大佬 卡尔伊坎是大选时期 特朗普为数不多的来自华尔街的支持者 而在特朗普当选后 他也一度成为财长的热门人选 当然我们知道最终他并没有进入财政部 反而是以个人的身份担任了特朗普的经济监管改革的特别顾问 周三 华尔街日报更是称有知情人士爆料 卡尔伊坎正在为特朗普挑选新一届美联储主席 对于这一职位进行面试 现美联储主席耶伦的职位将于2018年到期 市场普遍预计 不喜欢耶伦的特朗普一定会换一个符合自己的经济政策的美联储新主席 本周一 法国共和国法院宣判 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在2007年至2011年担任法国财政部部长期间 熟知罪名成立 但是免于处罚或者罚款 根据法国共和国法院所说 拉加德在2008年 法国商人Bernard Tepay诉讼法国国有银行时 裁定了一笔4亿欧元的国家赔偿 之后也未进行申诉 这笔天价赔款让拉加德涉嫌犯有亡乎止守罪 这次判决让人们一度担心IMF高层是否会出现变故 但是之后 IMF执行委员会在迅速开会后还是重申了对拉加德的支持 同意让他继续出任总裁职位 近期汽车的无人驾驶行业频频传出新消息 就在上周谷歌刚刚拆分了自己的无人驾驶业务 成立了绿数于母公司Alphabet的单独公司Vimo之后 本周四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就表示正在与Vimo开展正式会谈 准备将谷歌的无人驾驶技术用于本田未来生产的汽车 如果协议达成 那么本田就将成为谷歌的无人驾驶业务 继菲亚特之后的第二个客户 本田之前就已经进行了无人驾驶技术的研发 今年还曾经在加州进行过测试 这家日厂预计2020年将会量产全自动驾驶汽车 好的 看完了一周财经大事 在我旁边的是我们的分析师Will 今天Will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现在美国的川普政府正在布局他新的内阁成员 那是不是也引进了一些投资大佬也加入了呢 可以说这个是必须的 而且也是就要出乎他所有人的意料 本来说觉得可能虾里要上台的话 会引入一批华尔街的这个精英进来 结果现在看到川普这个内阁布局的话 几乎没有人不是华尔街的这个精英 尤其是最近他在这个特别监督委员会里头 引入了一个这个特别顾问 这特别顾问的这个人选居然是卡尔伊坎 第一是这个卡尔伊坎是他老朋友 这个还算是在一个情理之中 帮老朋友一个忙 另外一个就是卡尔伊坎本人的这个名声 可以说他是真正的华尔街之狼 也就是说可以说是臭名昭著 因为他的这个恶意收购这方面的话 在美国投资界的生育并不算是就是很正面 而且有时候也听他说过一句名言 说如果说你想去找一个真正的朋友的话 你不如养条狗 其实其实这样的话 是一个很狂的一个投资客 所以说的话他来做这个特别顾问 也许可能说是说对市场会有些利好 比如说他可能会放松这个监管 或者这个监管策略上进行调整 但是我自己很难相信 这样的人或者说以他为代表这样一批人 能够真正的为美国的国家利益 或者说整个群众利益进行一个考虑 他可能更多是对于自己公司利益的考量 那么这对市场来说恐怕未必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不是好事 那所以Will是不是对于这次 川普找了很多华尔街出身的人 都进入他的团队 那这个对于明年川普年的一个展望 大家现在是不是比较多的是忧心呢 其实主要还是偏好 大家几乎所有华尔街分析师都认为市场还是要涨 市场还是会涨 那不过呢 川普他在用人哲学 之后还会被公布更劲爆的名单呢 这边中文投资网分析师会随时为大家掌握 请大家锁定美洲华尔街 还有我们的直播VIP 欢迎收看美洲华尔街第二单元美股论坛 我是主持人Nanel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商业客户 CCGN消费资本集团 在介绍我们这间商业客户之前呢 要跟大家提到的 这间商业客户代表的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互联网金融概念 什么是互联网金融呢 跟大家提到这间公司 蚂蚁金服 蚂蚁金服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淘宝 在2014年独立出来的一间公司 阿里巴巴的淘宝 未来已经把他们的支付宝 鱼儿宝 这些通通独立到蚂蚁金服 这个互联网金融的公司当中 现在蚂蚁金服已经有了30项的产品 可以说他在推出当时 直到现在都受到各方的瞩目 也因此消费资本集团CCGN 他在2014年看准了中国市场 在互联网金融上面的潜力 决定从美国的业务 转向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业务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CCGN消费资本集团 它是一间美国的公司 它的总部注册在美国的Delaware 它在纽约也有办公室 全球总共有8个的资本子公司 那这间纯美国的公司 因为看准了互联网金融 在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 因此它陆续并购了 收购了中国的一些借贷金融的公司 将他们的互联网金融的概念 现在直接拓展 成为他们主要的营运的业务 也就是说这间公司是一个未来 看向未来的一个互联网金融的公司 他们提供的是要帮助一些中小企业 在线上更方便的能够借贷 还有提供金融商品的资讯和服务 纯粹做一个资讯整合一个跨媒体平台的 一个服务的一个金融服务公司 那我们马上就来看一下CCGN 他的介绍影片 琳琅满目的商品 吃的用的穿的 甚至住房的选择都找得到 这是消费资本集团 Consumer Capital Group 旗下中国和美国的中文电子商务平台 美国的网上商城 和中国的消费市场网 两大卖场加上集团刚刚收购 上海银行金融服务公司 在互联网帮助小微企业 进行融资 消费资本集团 转型成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 历时两年 消费资本集团和银行金融服务公司 从相互了解 签约合作 到启动中美市场业务拓展 看准所有网络消费 都需要金融服务的支持 而CCGN 今年比起去年 营收季度同比增加157.6% 营收飞跃势的成长 加上已经申请转版纳斯达克主板 CCGN跟随蚂蚁金服的脚步 要开发互联网金融的巨大市场 好的 看完了CCGN消费资本集团影片的介绍 我们请分析师Kingsley来跟我们谈一下 CCGN为什么是一个投资人可以看好的公司 大家都知道 马云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就是互联网金融是一个未来的 非常具有发展潜力的一个行业 那么CCGN他所处的正好就是互联网金融行业 那么他在2016年12月1号的时候 也是刚刚收购了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 银行金融服务公司 那这家银行金融公司呢 它是专门为一些小微企业提供借贷服务的一家公司 而且呢 这一家公司近年来的发展可以说是非常的迅速 它的营收每年的总营收的话 近三年来都是在以43%以上的一个速度进行增长 那它的净利润的增速更是达到100%以上 那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呢有4000到5000万家小微企业 而且它所占的这个生产总值 大概是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 所以可以看出小微企业在中国的发展 社会发展上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的 但是呢 对于这些小微企业而言的话 对他们来说最难的就是融资 就是借贷 尤其呢 是在2008年的这个金融危机之后 对于他们来说融资就是变得更加困难 那么现在这个银行金融 银行服务公司它所提供的这一项借贷的一个服务 融资的一个服务 可以说在未来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的潜力 尤其是对于这些小微企业而言 那么相信呢 在收购了这个银行服务公司之后呢 对于CCGN将来也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提振 是 所以CCGN它现在也并购了这个银行公司 那我们投资人在看 就是他在进入互联网金融 我带大家看好 他过去的业绩表现也是如何呢 近来的话 CCGN的业绩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 它的每个季度的这个同比营收 差不多是在157.6%左右 那么我们呢 未来也期待它的这个营收 会继续成一个增速的发展趋势 是 那他最近是不是在准备纳斯达克转版 是 他在这个2016年的12月20日的时候 就是最近 对 就最近已经向纳斯达克提交了这个转版的一个申请书 并且呢 也在纳斯达克向这个证监会SEC提供了这个招股书 可以说呢 他已经目前在紧锣密布的筹备这个上市 转版以及说是招股的这个事宜 那么如果说转版成功的话 从OTC转到纳斯达克转版成功的话 可以说股价在之后会有飞速的发展 是 那Kingsy可不可以提到 根据您的一个判断和分析 未来CCGN的股价会有怎么样的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CCGN的股价基本是以震荡盘整为主 那么在0.5美元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强的支撑 但是CCGN它的历史最高的股价是在15美元以上 那么结合我们刚才所说的互联网金融 未来的一个非常好的发展 加上了它最新收购了这个银行服务公司 那么另外的话呢 如果从OTC转到纳斯达克转版成功 综合以上三点因素我们来看的话 这个CCGN的股价在未来 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上涨的空间 是 所以很可能CCGN现在股价是被低估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 我们的商业客户CCGN消费资本集团 那接下来美洲华尔街更精彩的内容 不要走开 咱们 itu就意识到它们大学 compte